在行山之前我們可以進行一些計劃 不要帶一些上山不會用到的東西 除非那件事是急救的 去行山的時候也要注意教我的環境 想看更多行山資訊 立刻按右下角訂閱01體育 再按鈴鐺 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看完片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有些不開心的事是甚麼事呢 經過一些比較熱門的山路時 發現很多山路周邊都有很多垃圾 其中一個地點就是走物理浪徑 由北架山去獅子亭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其實會看到也有很多口罩留在山上 除了污染環境之外 也有機會將一些病毒帶給其他人士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注意衛生 也不希望別人來到郊區時 因為這樣的原因 可能感染到一些病毒 水樽是很普遍的垃圾之一 有些東西你不需要帶的就不要帶上山 例如食物一樣 食物有很多包裝 例如我買一盒餅乾 可能它有一個盒子 盒子不需要帶上山 可能我們在上山前 把食物的盒子先扔掉 只是帶那包食物 那便會減少垃圾 從而在山上 便會製造少些垃圾 你製造少些垃圾 你拿回到山上的垃圾量 便又少些 其實也會幫到大自然 可能未學過山禮的朋友 或者未接受過訓練的朋友 他拿垃圾放在山區的垃圾桶 是很正常的 但其實山區的垃圾桶 有些位置是比較偏僻的 那些垃圾桶 可能未必每天每個小時 會引人去清理 而且即時清理到的時候 有機會會有野生動物 去炒牠來吃 如果是食物 可能牠吃了 炒完之後發現沒有用 那些垃圾就會放回垃圾桶旁 牠不會懂得放回垃圾桶旁 所以第一 會令到 郊野環境周圍會有垃圾桶 第二個問題 會影響本身動物 牠有求生的品牠 牠知道那裡有野食炒的時候 牠每次都會在那裡找食物 會令到野生動物 改變了牠的生態 從而牠不懂自己在郊野環境名食 這個也很正正 引證我們在山禮中 其中一項會教一個叫做無銀登山的原則 七個原則裡面其中兩個原則 有一部份行山人士 比較喜歡在一些很漂亮的位置 亦相對有危險的地方進行一些爬攝 很多時候那些危險的位置 有機會會令牠有受傷的可能性 站在那裡拍照的時候 有可能你突然間有一刻不舒服 或者突然間有一刻滑腳 就有墮崖的危險性 最近有些意外 例如飛鵝山的自殺崖 或者一些石林的地方 站在一些大石上面 大石的另一邊可能是一個山崖 在那些地方影響相對會比較危險 我們上山去享受郊野環境 其實有很多方法 我們可以用眼睛去看 可以享受郊野環境 沒有人會想走到山頂 像現在我們上大帽山 一條山路左右兩旁都是垃圾 即是每個人去郊野環境 都不愛惜牠的時間 可能我們可使用郊野環境的空間 會越來越小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夠愛惜環境 在明天中有種寬散的空間 還有一條山洞 把草山墮空上的風格 用 ker簽法 我們去過了一條山洞 這條山洞 我們趕北尿鰻 那邊 怎麼邊 照後